秘魯警方9號宣布是破獲了台籍詐騙集團 逮捕到6名的台籍協犯 還救出了44名被拘禁的亞洲人 而當地媒體報導了 說這6名台籍男子可能涉及了 跨國詐騙或是人口販運 外交部則表示我國住處 在得知國人被拘捕之後 已經派妥了人道物資 並且是派人員前往探視瞭解案情 同時也提供必要的協助 要確保國人應有的確基 全被鶴令趴在地上 警方破門攻堅 來不及穿衣服 身上滿是刺龍刺鳳 位於秘魯一處豪宅 成了詐騙集團據點 而主賢及幹部們來自台灣 豪宅內部總共拘禁44名被害人 43名馬來西亞人及一名台灣人 這個詐騙集團 先是透過社群網站尋找求職者 誘騙他們到秘魯立馬的賭賞工作 先拿走護照再控制行動 教唆 養裝成警察或司法人員 打電話回馬來西亞或台灣 進行電話詐騙 成日擠在遐想環境 一天只能吃一餐 現在獲救後終於露出笑容 這個犯罪組織是來自台灣的紅龍會 在秘魯非常活躍 一開始敲詐中國餐廳老闆 事後轉向國際詐騙 而身上的刺青就是彼此的記號 據當地媒體報導 該六名我國籍男子 可能涉及跨國詐騙或人口販運 全案目前仍帶秘魯檢調單位 與警方釐清案情 多虧有兩名女子設法逃離監禁 向警方報案 順利將跨國犯罪的台灣 不法分子一網打盡 記者綜合報導